作家馮熙乾發表文章題為 熱烈期待KK plus 闢謠 王國朗豪方天線得得必粉身碎骨事件 轟動海峽兩岸 如三立新聞就以藍童推倒20萬元天線寶寶 慘租斷頭新破稅 店員路索常為題報道 20萬元以台幣計算 激起網民熱烈議論 不出一天事情的似沒曲直 以後各方人士評論過 我只是有一點疑惑 KK plus 何時才出來闢謠 KK plus 在事件發生後 在Facebook 出了一篇很有型的公關稿 叫公開澄清聲明稿 後來雖然自行刪掉 但網上仍然有紀錄 這個聲明稿寫得非常異正慈嚴 頭兩段說 針對現時於社交媒體上備受關注 於昨天2022年5月22日 發生之大型擺設損壞一事 本公司為免有人散播謠言 誤到視聽 現作以下聲明 我私在該事件發生時 已即時處理 並在雙方同意下徹底解決 處理方法亦是由事主主動提出 不知道讚稿者是否明白我私是甚麼意思 單一個私字 應該不是指公私 而是指官署 是以古人會說 本私來表示本官 這份聲明最初寫本公私 求來卻我私我私說過不停 真是很大的官威 而這個聲明我反覆看了幾次 無非想表示自己沒有錯 例如有句話說 該擺自從去年11月開始 以於現位置展示 期間並沒有為客人帶來任何不便 言下之意 即是責任存在藍童 他不在現場出現就沒事 去得那裏就可能有這些風險 至於賠償方面 是由事主主動提出 我私並沒有收取多於該貨品之售價 這句話我一看就笑了 看來沒有收取多於貨品售價 已是大恩大德 是否覺得攝氏小孩應該感恩 市民必須點讚 但誰說過你收取多於該貨品之售價 沒有這種謠言 KK帕市真的要澄清 應該是YouTube新聞以下的報導 YouTube新聞聯絡到攝氏店舖的一位店員 店員B是化名的 指顧客撞跌玩具事件 在該店並非首次發生 又是空心這些公仔被推跌 事後店內沒有家設為難 他認為是該店想人與貨品互動 又指車展的車都沒有東西為住 認為這類型事件屬家長不幸 另外我也看到有聲稱在附近店舖工作的網民 有人說這種意外已經是今年第四單 若以上消息屬實 則表示KK帕市該店很可能裝顧客彈工 進行另類的互動促銷活動 因此公關稿最需要澄清的問題 應該是 究竟這種空心公仔倒地事件 今年在該店舖發生第幾次 我鄭重呼籲我私老實回應 否則就算你退回款項給市主 現在也不能還自己清白 這件事的教訓是 做人沒有公關會食屎 但有個屎公關 你就會食多一塊 我就知道 在鍋邊的香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